展柜中的这把烫金白褶布伞 是1950年云南歹族代表 参加国庆一周年官礼活动期间 敬献给毛主席的 新中国成立前 在歹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中 金伞是歹族的封建领主 外出巡视时才会用到的物品 它也是歹族封建领主的一个权力的象征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歹族人民选择把这把金伞献给毛主席 是建国初期 滇西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共建美好家园心愿的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